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开始了 欢迎来到由秘宫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出场联赛第六轮 天天金门虎在主场对着梅州客家的比赛直播 本场比赛是由徐扬指导和孙宇轩你带来解说屏幕术 看外约眼光很好 性价比高 然后能力强 所以在中超能生存的是不错的 但是今年罗德里哥首先中超的孤人王受伤了 这是一个大问题 大阪现在抢断之后 谢维军 机器里面还有再打完 漂亮的扑就 来自于 这是黄家辉 重来来 这个赛季中超扑就榜高居第二位啊 伸手不凡 扣得漂亮 这是完全漏掉了 大队手臂平行 要打什么战术了 给了个短脚球 阿代米 胡顶空了 左脚直接打 战术打出来了 哎 你也别说啊 这个球质量还是挺高的 那 阿代米一个人牵制了两个人防守 导致胡顶的飞要里奇是直接空掉 这个梅州客家后面得注意了 看这个球 以前量非常好 还有机会 阿代米 再来团 关键破坏 来自于潘喜平 阿代米 是看到了谢维军 左脚直接打门 阿代米的个人能力确实强啊 最后没有兜住 但是就因为他左右脚能力很均衡 给到前点 想蹭进去 二点球 没打上 鲁尼 哇 这球 想从后场直接突吗 交队友了 再做一个撞枪配合 直接吹了犯规 而且 要出示黄牌了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放到了鲁尼 大队这次不是手臂平行了 而是举双手 可能不是发战术 直接往地区里面给了 确实抢到底 谢维军 我觉得还是需要加强他的核心力量 摘出来了 阿代米前面有空间 看个人能力强行抹进去 陈杰做出了祖篮 但球还在继续外围自己打门 个人能力的体现 你看鲁尼军 对啊 把对方中备拉出来 然后阿代米突然的这种带球前叉 阿代米踢球真野呀 他前面内切这一下 他就是卡申位 他就赌陈杰不感觉的犯规 因为这球犯规可能一张防牌 这是一个双威胁的这一球 阿代米来了 这次没压住 脱手围棋 他前两年踢得很好 石岩和巴顿 风格上有点像的 快速灵动 黄家辉 他得换右脚 直接打门 脱射漂亮 门前赛博 哎呦 这个球啊 黄球鸣棒 错失了绝好机会 他非常激情啊 这个球非常激情 黄家辉 我们看 横传 状态很好 叶楚桂给胡鼎 如此难 调门 方正齐将球挡出 球有折线 所以门将还大好判断 金文虎啊 大个赛季也存在 如果一周双赛的话 可能轮换了之后 球员的比赛强度会下来一点 这个 倒是以前也出现过 但这赛季想争取好成绩就得克服 阿泰米马上要站起来 换左脚 看看这一次 头球顶到了 可马尼奥 这也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啊 多去和可马尼奥做这个连线 廖军舰盯他 不上手是盯不了的 不断的去挑战后卫 也许在高压之下 后卫有一瞬间疏忽 或者崩盘 这球往回给 有点拖大了 胡鼎倒地 口盘尿 帮助金文虎制造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 阿泰米发挥的机会又来了 美洲的球员非常愤怒 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放一个任意球出来 可能整场比赛 自己努力有可能会复制东流啊 崩益蕾 位置守得也很死啊 让了半个门出来 哇 这个角度真好 阿泰米 打门 打高了 打高了 最后这个重心啊 还是有点后痒了 然后最后这个抬脚啊 上来给了教练组成员一张好牌 已经到比赛独秒阶段了 最后一分钟 又是一个任意球 带一个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天津温虎在主场和美洲客家 赞成了0比0评 词曲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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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